浙江是水做的 这里河湖密布 八大熟悉纵横交织 滋养出沃土亮天 但换一个视角 你会发现命运也并非偏爱浙江 这里山地众多 素有七山一水两丰田之城 山河交织出浙江 也交织出重重困境 由于河流源头较短 且上游坡度较大 一旦遭遇强降雨 便洪水死云 这里面朝大海 但大海带来的 还有猛烈的风浪 和苦闲的潮水 风暴过后 又往往只留下一片狼藉 从艰难开局到海燕河清 到底是谁改变了浙江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浙江本江说起 乾塘江蜿蜒曲折 宛如枝字 古称枝江或浙江 由此赋予了浙江的大名 每年中秋之后 潜塘江畔就会聚集大量游客 他们在等待的是一场奇观 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潮的 潜塘江大潮 然而这样的奇观对于曾经生活在附近的人们来说 却是可怕的水患 浙江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 沿海平原地势低频 常常被潮水淹没 一到下秋季节 台风还会进一步助长潮湿 涨潮湿最高水位 甚至高出地面平均三米以上 宛如一片悬海 潮湿一旦涌入 便会淹没农田 冲毁房屋 造成极大的损失 怎么办呢 你现在看到的 是绵延两千多公里的海上长城 他们的任务就一个字 党 早在春秋时期 人们就开始在海边求主堤坝 也就是海棠 千百年来 潮水一次次冲垮堤坝 人们一次次重建家园 而海棠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升级 直到这条钢铁防线的登场 在水下 数十根长约十米的钢筋混凝土板桩 锁紧地基 全力阻挡海水对塘角的冲刷 从塘角向上 这些树蹲中的异形石块 则从正面迎击潮水 消退海浪的冲击 人称销浪块 在它下方 干气块石 石渣电层 以及无防土工库 则为唐深 裹上层层铠甲 即便海浪越过唐深 来到唐顶 平均十米以上的唐顶宽度 也会消耗海浪的力量 再加上海棠前方 分散水流的钉坝 背后 过波防浪的植被 临时排水的护塘河等等 最终组成了这条 能够抵挡百年一遇红潮的 现代海棠 但红浪灾害 不止来自海上 还可能来自上游山区 此时 岛已经不是最优解 更好的办法是 旭 这里是千岛湖 但当我们把时间 退回到60多年前 你会发现 这些小岛 其实都是巍峨的山峰 一座百米高的大坝 截断了新安江的水流 千岛湖由此诞生 而它的另一个身份 则是新安江水库 截至2024年底 浙江全省 建有水库数量 4200余座 它们就像一个超级大盆 在洪水河墙降引来林前 会提前放水 腾出库容 当上游爆发洪水时 它可以暂时将洪水存续起来 然后根据需要 调节泄洪流量和泄洪时间 使得洪水错峰出行 水库在上游沿阵以待 到了中游 就需要切换到另一个模式 房 长达2100多公里的江河干地 就像一道道铜墙铁壁 将洪水牢牢束缚在河道中间 防止洪水冲出河道泛滥沉灾 而来到下游 洪水流速变缓 再加上外部潮水的顶托 使得城市内部严重挤水 这又该怎么办呢 答案是 台 借助泵站 强行将水排出 以位于杭家湖平原的 前塘江北岸为例 石座大中型炸泵站 将洪水引入由人工河道和水库隧道组成的高速水路 强排能力超过每秒1300地方米 照这个速度 只需要三个小时就能排出一个西湖 但如果挡不住也排不出 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最后一招 那就是引导洪水有计划的进入临时水库 也就是由低洼的平原湖泊组成的蓄质洪区 从而降低干流的防洪压力 至此我们在这片土地上 构建起了以上序 中防 下排 外挡为主的防洪排涝体系 基本解决了水象多水的问题 然而当我们再次回看地图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受到压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 浙江雨量充沛 当降雨量随时间变化 你就会发现它波动极大 不同年份之间可以相差近1000毫米 而从空间维度上看 如果在水资源总量上 再叠加人口分布 水资源的布均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以人均水资源量为例 浙江东部的舟山群岛 甚至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一度只能靠轮船从大陆运水 想要打破水资源的时空布均 我们必须重组水脉 2003年 一条全长67公里的输水管道 从宁波出发 将遥江的水引到舟山 以原水解了尽客 这就是舟山大陆营水工程 仅靠一条通道还不够 六年后 舟山大陆营水工程二起开工 但这一次它不是孤军奋战 为了化解宁波 绍兴等多地区的缺水难题 它和另外五项骨干工程一起 将复春江的水通过323公里的干线 一路向东 组成了浙江版的南水北调 浙东营水工程 而决定这项工程能否成功的关键 却在中间的草鹅江 中国第一河口大闸 草鹅江大闸就镇守于此 它全长1600米 由挡潮泻洪闸 堵坝 导流滴 和鱼道等组成 其中 国内首创的双共鱼富式闸门结构 通过模仿鱼的身体形状 巧妙地让闸门能同时承受外部潮水 和内部洪水的双向冲击 所以当它建成后 不仅能对外抵挡潮水 让沿岸居民免受闲潮之苦 还能对内继续淡水 形成一个稳定的 库容超过1亿立方米的河道水库 向两岸平原饮水 2021年浙东饮水工程全线贯通 平均每年可以为浙东地区 输送相当于61个西湖的水量 但奔运而来的 不只是生命支援 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力支援 在浙江中部 渠州 京华等地 还有大片农田 其需灌溉 只需要修建一条水渠 从临近的乌西江饮水即可 原水减了尽渴 但并非只有水少的地方 才需要饮水 潜塘江下游 曾是杭州最主要的水源 但流域内人口企业众多 外部海水也经常倒灌 水质极易受到影响 如果要为杭州 再选择一个更优质的水源 你会选择哪里 诶 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在上游 修了一座水库 千岛湖 它的水质 是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类水平 而为了将湖水 引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杭州 人们花费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克服了岩蓉地貌等 带来的重重困难 在地下数十米的深处 建起了一条有钢筋龙 混凝土墙 以及钢管组合而成的 全封闭输水隧洞 而当我们穿过它 会发现竟然来到了一个 超级碗 这个大碗的顶部直径 有一半二十米 升三十五米 只需要十五碗 就能供全体杭州人民用上一天 来自千岛湖的水 就将通过它 继续分配到各个水厂 最远可大家行 至此 浙东营水 乌西江营水 和千岛湖配水三大工程 初步组成了一张 名为浙江水网的骨架网络 在此基础上 蔚来建成的浙中浙东 两条营水通道 将和它们一起沟通八大水系 通过新安江水库 草河江大闸等十余个枢纽 最终以三纵八横 十书的格局重组水脉 那么到这里 浙江和水的故事就结束了吗 今天 当你漫步在冰水公园 很难意识到它其实是抵御潮水的海棠 在浙江 像这样的水利工程还有很多 如今 它们已从大轰大浪的见证者 变成了润雾细无声的美丽风景 绿道之下 藏着一条拦截山上雨水的劫红渠 看似普通的水闸 内部却别有冬天 而横河河道的燕坝也用全劲的姿态 将水还给居民 还给万物森林 让河湖成为人们的幸福之源 那么接下来 欢迎来到江南水乡浙江的现代版 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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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 如果要问是谁改变了浙江 那答案无疑是水 是肆虐横行的洪水猛兽 也是造就开放的滚滚海潮 是冲刷大地的狂风咒语 也是滋润万物的一江春水 但改变水的并非自然的力量 而是世世代代治水的人们 五千多年前 两主仙明筑起水坝 守护着中华文明的曙光 两千多年前 五岳百姓开凿运河 开启了南来北往的繁华 一千多年前 李毕 白居易 苏氏等人距离西湖 赋予了湖光山色新的意义 在洪水面前 他们力挽狂澜 在干壳面前 他们重组水脉 直到今天 他们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下一次挑战即将开始 嗯 准备好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